首先我希望入境處不要以為一句過 就這樣說香港人只可以同時擁有一本有效的護照 就以為講完 我更加希望我要譴責 這個保安局局長要譴責 他走出來說同時擁有三本護照是不正常 不應該發生的 你告訴我們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當中有沒有牽涉甚至是假護照 就不可以走出來 評論一句就走了 我更加希望香港政府千萬不要說我們沒有收到求助 所以這件事他們以為可以是自身自外 大家看到現在隨庫的有一個特區護照風波 大家知道的 我自己幾個月前 就換領了新的特區護照 就是這樣的 舊的那本註銷 它不是拿走你的 它仍然是給你 但是看一下這裡是註銷了的 而那個號碼大家又不要誤會 說孟晚舟這件事可能是短時間之內 就會連發三本護照這麼多 就看它那個護照的編碼 我這兩本護照當中是相隔十年 但是英文字沒有一樣 大家都是K的 而J就說是厚身的護照 那些號碼 我零字頭仍然是一樣的 所以就時間上 你就很難說一口咬定 短時間之內是三本一起 但是問題是兩本護照 一本新的一本舊的 註銷了的 可不可以一起用的呢 就因為舊那本呢 有外國的仍然有效的護照 在這裏 行不行的呢 我理解是應該行的 這個例子是比較舊的 但是一樣 你看一下 這裡是兩本護照 是拍在一起的 就不是就這樣說 兩本一起用的 不是 舊那本呢 大家看一下 這裡是註銷了的 但是裡面仍然 有有效的簽證在這裏 所以它仍然要用 而新的那本護照呢 就釘在後面 釘在後面呢 就不是就這樣說 釘完就算 大家看一下 有這些 有這些 這些這樣的手續的 應該是全世界 是國際的做法來的 加拿大尤其是一個移民國家 它對護照的那個身世 是應該最熟悉的 釘了孔 貼了這些 過了這些這樣的絲帶 還有火七印的 是兩本一起 就 你說 那就是兩本一起用 但是有效的 是新的那本 也都即是說 不可能 兩本護照 是分開 沒有釘起來 被人用 兩個編碼 兩個護照的號碼 一樣這樣寫出來 是沒有釘起來的 沒有告訴別人 這本是註銷了的 如果這本是註銷了 加拿大當局就會理解 這本是並非有效的護照 後面那本才是真的 只不過裏面是有其他的簽證在 現在最大的移民一 就是孟晚舟 說他事發的時候 就入境加拿大 他用的 是第二本的護照 不是最新的那本 即使是舊的護照 你看看 有什麼可能 會用這一本護照 當然 現在入境處就說 如果你是過期 損毀 遺室等等 就可以換領身 即使是遺室 不能這樣 手頭 實物拿著 說這裏 是註銷了的 他替你報了遺室 你在電腦上 都應該已經 撤銷了這一份 假設又找回 沒有可能用到入境的 所以李家超 是不是應該講清楚 究竟哪一本護照 是究竟有效的呢 移民局那裏 你都不用說 我們要跟加拿大那邊 再大家商量一下 或者是查詢一下 不需要的 有了這些護照的號碼在裏 在香港移民局 你真的一按 你已經知道 是發生什麼事的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 他們表示了疑鬥之後 這件事就結束 尤其是第三本護照 究竟是否有效的呢 這個是 你只是看外國的文件 就沒有講清楚 但是 說孟晚舟 三本的特區護照 這個已經是事實的了 而頭兩本 他們基本上都講到 好像是有效的 那第三本究竟有沒有效呢 不用問加拿大方面 或者是美國人的 我們香港入境處 一按制就知道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我剛寫了一封信 給保安局局長 我就是要求她澄清 以上的兩個疑點 第一就是 為什麼那位孟女士 可以用第二本的護照 而不是最新的那本 入境加拿大 應該是已經註銷了 而第二就是最後 還有一本 第三本 最新的那本應該沒有問題 第三本 究竟對香港來講 是不是仍然有效的呢 這兩個是很大的疑問 因為這件事 不單是牽涉我們香港政府 在國際社會的一些信譽 也都是影響我們所有香港人 拿著特區護照 出入外國人的地方 人家會見到又是香港護照 都不知道是你的第幾本 我們基本上應該是人人一本 多謝